对于中国全面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 近日有日本政府官员表示 如果外交途径不起作用 日本政府可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 中国的做法完全正当合理必要 对于日本政府强行启动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这种自私自利极不负责任的行迹 国际社会普遍给予批评并采取相关防范措施 中方主管部门依据中国法律法规议 以及世贸组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相关规定 对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 采取紧急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必要 汪文斌强调中方已经多次 就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表明严正立场 日方应当做的是立即纠正 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这自私自利不负责任的行径 切实回应国际社会关切 总台阳市记者北京报道